《四国会谈》 《四国会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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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形也好 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种子 那么实际上怎么样 之前西方有句谚语 大家都知道 我们剥下的是龙肿 收获的是跳蚤 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 不管口头上承认或者是不承认 这个Code想打造成为一个复仇者联盟 指向中国的复仇者联盟 这四方不同程度都在中国这吃过瘪 那么从实际谈诚的结果来看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复仇者联盟 强大的能够拯救宇宙 保障人类安全 而是一个优怨者联盟 直观地说 看完Code的声明 以及布林肯的新闻发布会 我看到的是这种华丽词遭包装下的 一个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画面 四个小朋友躲在墙角 优怨地在地上画着圈圈 诅咒着他们共同的一个对头 所谓的中国的问题 这四个小朋友 参加Code的四个小伙伴 在中国身上都吃过瘪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被教训了 它偷偷摸摸的越线行为 被中国边防军人的大五位旗改 和中国的国力以碾压性的优势推了回去 日本曾经自己以为可以在钓鱼岛 搞一些自己的事情 形成事实上的单方面控制 但是伴随中国国力的持续成长 在海上持续交锋中 中方已经事实上实现了对那边的有效控制 属于占优势的局面 而至于澳大利亚 更不说了 搞一些盈盈狗狗的事情 被中方迎头痛击 而认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而作为他们召集人的老大 美国在跟中美第一轮的战略竞争中 更不要说之前 当拜登现在的总统 当时还是副总统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 推行重返亚太等一系列战略 显然也遭遇了重大的挫败 这么一个由失败者构成的优怨的联盟 他们开会能够开出什么结果来呢 从他们开会之后公布的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读出几个关键词 第一叫虚伪 什么叫虚伪呢 他们反复的强调 他们要维护的秩序 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他们强调了对于国际法的尊崇 特别是所谓的联合国海洋法 但可笑的是美国迄今为止 不是这个法律的正式成员 一个自己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 对自己有约束力的国家 带头带的其他三个 都有在海上或者是边境地区 不当侵占他国正常利益的小伙伴 去要求那个奋起反抗他们加害行为的受害者 尊重他们眼中的基于法律的国际秩序 这叫什么 这叫虚伪 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做虚弱 什么叫做虚弱 就是你会发现 原先呢 有一些人对于美国带领小伙伴 对抗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是有预期的 他希望美国能够像二战结束 独霸天下那样 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跟中国刚正面 再度充当自由世界的灯塔 结果布林肯出来说 这个东西不是亚洲北约 它不是 它就是一个外交的联盟 在他们给出的最后联合声明中 没有点中国的名 尽管认为的很多条款是针对中国的 按措措 在背后搞小动作 不敢正面讲 为什么 因为虚伪 为什么虚伪 因为美方手上最大的仰仗 原来先称 号称可以终结历史 根据福山的话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被新冠疫情一场考验 打得支离破碎 今天这四方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无论是PPE 还是供应链 甚至是预防 这个新冠传播 居家隔离所形成的宅经济 它都离不开一个叫做中国制造的有力支撑 所以面对中国他们硬不起来 只能在后面搞一些小动作 第三个叫什么 叫虚假 你叫虚假呢 表面上看 涛永浅浮里面那句台词 谈论的嘴上说的都是价值 心里面想的什么 都是生意 每个人下一份小酒酒 我们先说 像日本和澳大利亚 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想的是借船出海 虎假虎为 日本希望把美国引入 在尖阁列岛上扯美国的虎皮 当日本的大器 让日本对于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 变得合理合法化 依据就是 如果你敢正当地行使权利 我让美军来收拾你 澳大利亚就像只土狗在外面跑 敢不敢咬人 取决于背后有没有一个凶悍的主人 身处于流放地建立而成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于西方正卡主子的认同在中间 表露无遗 扮演着一个默默跟随的乖狗狗的角色 但是还是希望 自己背后的主人能够为自己多说几句话 不过好像美国那边 对于把澳大利亚葡萄酒的生意重新填满 会更感兴趣一些 创造就业嘛 印度呢 从开四方会谈 印度总理穆迪的发言看 他心情不错 他在那大谈印度的古老精神 说什么 世界We are the family 天下一家 用了一个印度语的词 这里面其实印度打的算盘是这样的 你看啊 我冲过去 我们如果去看纳图 他对自己 世界第三 抗击旗下 百乡帝国这种东西 一种很神奇的生物 又一次 在投机性的战术行动中 被中方狠狠地教训了 打回去了 但是呢 凭借很好的 这种头脑和身体的柔韧性与灵活性 他找到了自己新的优势来源 请美国 请日本 请澳大利亚 你们三方来 把我扶上墙 我狮子大开口 你们来支持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你们唯一对抗中国的希望 他老神在在 那种老神在在 在背后呢 他忘了另外一句中国的成语 叫鱼虎毛皮 口惠而实不至 是欧美国家一贯的特征 尤其是在挑唆和挑动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 互相之间争斗的时候 因为这是宗主国 对待人口众多的殖民地的一种 惯常的手段 从古老的大英帝国遗留下来的 他称之为叫做分而治之 印度其实看看克什米尔 就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它是指望不上的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疫苗 美国国内疫苗的供给 甚至已经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 但是美国严令 除非民众全部得到注射为止 一剂都不能出口 我宁可什么 画一个饼 大家支持什么 支持印度 让印度去生产疫苗 结果就在布林肯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就直接把话怼到了布林肯的脸上 怼到了那个白宫发言人布萨基的脸上 他说什么 美国禁止向印度出口生产疫苗所需要的辅料 这事怎么办 拜登政府是不是要解除这个禁令 他得到的回答是什么 发言人说 我不知道有这个禁令的存在 至于说美国 拜登 拜登是一个油滑的政客 对于一个油滑的成熟的政客 他的标志性的技能是什么呢 就是为自己考量 给自己头上套光环 对于拜登来说 他要套上的最大光环是什么 拜登是美国的拯救者 是自由世界的救星 是新的世界的领导者 他要确立这样一个形象 确立这样一个形象之后 他要考虑的是 2020年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 以及2024年的总统选举 你不要以为他不想连任 只要身体状况扣过去 拜登也有一颗不老的总统心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 我们叫做A.N.T 不是蚂蚁啊 是叫什么 Anything but Trump 应该叫什么 A.B.C.A.B.T Anything but Trump 啥意思呢 就是把特朗普 从整段历史中抹去 什么叫抹去 关于四方对话 在开会的演讲 在开幕式的演讲中 拜登直接把他拉回到了什么时候 2004年 乔治布什 小布什 投桃报李 小布什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旗帜显明的支持了拜登 拜登把这个四方对话的 这个光环和源头 送还给了小布什 直接跳过了什么 直接跳过了整个特朗普时期 当然对于拜登来说 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执念 拜登希望 美国能够回到2004年 当然最好能够回到2003年 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独步天下的状态 而愿望是美好的 国际政治当中主要是看实力了 另一个是什么 另一个就是拜登需要让大家忘记 这个四方对话会议 转换成一个事实上 指向中国的外交联盟 这个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内取得的 事实上现在就在美国国内 出现了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仍然回到布林肯的新闻发布会 在布林肯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人就问到了美国国内疫苗的注射情况 然后记者问了这么一段话 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怎么评价前总统特朗普 他的什么取速行动 什么取率 加速发展疫苗的那个行动 不好意思我也嘴瓢 对于今天你能够如期 或者说推动疫苗注射 达到这个程度他所做的贡献 你拜登不是一直讲美国要进行团结吗 你能不能够对特朗普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出的贡献 进行一番评价 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回应 非常简单直白明了 不提特朗普 不存在他的贡献 即使有贡献 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 那些他所不信任 他所排斥的官员和科学家 做出的贡献 跟他没有关系 总之没有特朗普什么事 这就是一个老辣而圆滑的政客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以及他口头上说的价值 外交捍卫美国国家历史 所表现出的虚假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 尽管这个优怨者联盟 表现出了指向中国的显著的特点 供应链的安全 包括重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 和稀土供应链的考量 明显就是为了对冲中国的比较优势 但他们能够拿得出的王牌 最大的一张牌 印度 他们在进行一场豪赌 集三方之力 可以把印度送上王座 与中国比肩 真的如此吗 我对印度更有信心一点 第二 所谓的安全 套着他们理解的国际法 基于这种国际法构建的 选择性的国际秩序 强行要求中国接受 就像过去一样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很显然 中国更加看重的是一个 公平公正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的秩序性安排 这个当中的博弈 不会因为美国登高一呼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完成 第三 内深的凝聚力和小想法 目前看起来 可以给拜登政府下第一个判断 这届美国政府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什么意思 在他真正要解决的大国战略合作问题上 这届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出人意料之外的能干 但只有一如既往的平庸乃至于无能 另一方面 在内斗 两个维度的内斗 第一 美国国内政治的内斗 和特朗普斗 和共和党斗 和拜登的政敌斗 拜登非常在好 并且下手极狠 第二个维度的内斗 是盟国之间的微妙竞争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今年英国是七国集团要开会的轮值主席国 约翰逊曾经提出过一个敌时的计划 把七国集团扩展成民主事国 他要拉哪三个人进来 一个叫印度 一个叫澳大利亚 一个叫韩国 跟四国对话会议来看 就差了一个日本 美国有没有支持敌时计划 美国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敌时是英国提出的 美国事实上现在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当中 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 美国在应对中国战略威胁和冲击之前 比中国的威胁更重要的 是来自于美国后方的威胁和挑战 美国的盟友怎么控制得住 美国现在的实力已经衰减到 他没有信心 如果他的盟友团结如一块铁板 美国要去摆平这些盟友 他摆不平 于是他开始在盟友之间玩花招 搞分而置之 他事实上搞出了两个种子 两个中心 一个是欧洲 这个欧洲通过欧盟和英国的脱欧 然后英法德义四家 美国通过他们展开一轮博弈 然后这些国家在欧洲方向上成为它的一个种子 它的辐射面将来如果要开这个峰会的话 一定就是新东欧国家 波兰这种不舒服斯基的那种类型 另外一个就是亚太 就是亚洲 亚洲里面是什么 就是这次靠的维和心 然后在有限度的吸收进一些国家 包括韩国 当然这个时候 请大家对民主这个概念 不要太过书生气 你真的拿着民主的定义 去对今年年底 如果能开启的民主峰会 我告诉你 一定是颠覆性的 你必须对这个定义做很多 修正 修正到什么程度 修正到它不再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性概念 不是一个学历性的问题 这个民主是一个战略性的标签 什么叫民主 占美国这边的就是民主 不占美国这边的就不是民主 当然了 这样的一个民主峰会聚集起来 包括像Code除了是一个忧愿者联盟 它是一个病毒者联盟 有兴趣去统计一下Code 或者未来开民主峰会的时候 这些成员在新冠疫情当中的确诊数 死亡数吗 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据 他们占据的压倒性的优势 这是正在上演的一幕活距 一个实力认识到自己实力相对处于衰落的霸权国家 拼尽全力 从古旧的药方当中 找一套挽救自己霸权的道理 Code四方会是他找到的一张药方 这张药方的新鲜程度堪比1945年 西木兰从党卫军仓库里面找出来 用以安慰希特勒援手最后的日 时间里面让他心安的两张星象图 预测星象 说告诉你未来有重大的转机和转变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美国上演了一幕闹剧 这幕闹剧具有一些滑稽性的色彩 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它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最终产生怎样的结果 值得我们细致地观察 下一讲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Code的前世今生 以及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几个成员内心的一些 真实的想法和考虑 谢谢大家